这是日本战国时代 一个烧杀劫掠的时代 关西老滚回乡下中田去呢 老子中田身体好 干死你们关头老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日本是个很奇葩的国家 天皇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但只是理论上来说 长期以来 日本的十几统治者都是幕府将军 天皇顶多算个吉祥物 一点好处也捞不着 老婆 我还是随便去你的干活 勉强算个好处 日本第一个幕府将军是原来朝 他建立的幕府叫连仓幕府 紧接着是视听幕府 代表人物 可爱的依修 或者说毁童年的依修 视听幕府后期 日本地方领主和幕府之间的矛盾激化 最后爆发了一场战争 实称应人之乱 应人之乱后 日本分裂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势力 每个势力的统治者 被称为大明 这些大明都想把对方消灭 经常爆发战争 于是日本人借中国的春秋战国一词 将这一时期称为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后期 一个叫知田信长的大明突然崛起 知田信长非常重视葡萄牙人的火神枪 于是组建了自己的火神枪部队 九号队 知田信长一点点扩张 成了日本最强的大明 可就在知田即将统一全国的时候 他的手下发起了一场叛乱 听着 敌人就在这本能寺当中 知田信长 足 这场叛乱之后 知田信长手下的大将 封城秀吉继承了他的势力 并且继续统一日本的事业 就在快要统一日本的时候 封城秀吉突然冒出了一个非常刺激的想法 干翻当时东亚最大的boss 明朝 然后南下攻占印度和东南亚 文白殿下 我觉得敢大明这是太扯了 年轻人 我出生于贫农之家 为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呢 靠的是野心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持之以恒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明朝乃至印度都不用害怕 而且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朝鲜国已经沦为了对马岛的一个番薯 会借到给我们 只要 朝鲜国 是对马岛的番薯 没错 朝鲜 对吗 有什么问题吗 好吧 我得放弃地干活 为什么封城秀吉会有这么奇葩的想法呢 这就不得不讲一下对马岛 对马岛夹在日本和朝鲜半岛中间 很长一段时间 是倭寇截掠朝鲜半岛的根据地 1419年 朝鲜为了清剿倭寇 攻占了对马岛 并将其化为番薯 但对马岛长期属于日本 不能明目张胆地当伪军 于是对马岛一面承认朝鲜的宗主权 接受朝鲜官职 一面要高喊对马岛属于日本 两边下注 两边通知 在夹缝中生存的小势力 什么都可以不会 但必须学会当孙子 每年朝鲜王都会给对马岛200代大米的工资 而根据日本规定 对马岛岛主又可以向岛上农民收租 这样下来就又是一份收入 双倍收入 双倍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 不太好向日本方面承认 尤其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米是从哪里来的 是是是是 是我的番薯朝鲜 每年向我炒供一百 啊不一千 啊不 是一万代大米 所以 这就是封城秀吉相信 朝鲜是对马岛番薯的原因 一个敢说 一个敢信 于是封城秀吉派出使者 向朝鲜提出了一个很有想法的要求 借道发明 因为双方好久没有官方接触 朝鲜国就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使者 你看 他们这么松的干活 果然这是对马岛的番薯 关拜让我给你带个花 只要你街道给我们立本 帮助我们完成入堂大计 好处大大地友 街道入堂大计 哈哈哈哈 你脑子又坑破啊 日本使者无功而返 年轻人 朝鲜可能不是对马岛的番薯 但凡有点尝试 都知道对马岛倒住在房屁吧 俺不是没文化吗 封城秀吉无奈 只好将借道发明 这个很有想法的计划 改成了攻占朝鲜半岛 不得不说 改来之后现实多了 朝鲜国王得知日本要干大名 非常震惊 就把消息告诉了明朝 明朝一听 朝鲜再不计 对付日本这个战武渣 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压根没当回事 但其实吧 李氏朝鲜建国两百余年 一直处在和平状态 太平日子过久了 总要没事找事 朝鲜王国找的事 就是疯狂内斗 比如看待日本到底会不会来攻 就出现了两种声音 日本不会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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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会大啊 内斗内行了 外斗肯定外行 所以朝鲜军队战斗力极烂 远远低于常人的预期 而日本在经历了 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后 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组 经验都非常丰富 战斗力完爆朝鲜 1587年 封城秀吉平定九州岛 1590年 平定关东和东北地方 统一全日本 之后 封城秀吉开始加速准备 对名作战事宜 他在九州岛北部 驻到了一座城池 明湖乌城 打算以这里为起点 经一七岛 对马岛 最后登陆釜山 1592年3月 封城秀吉调动了 全日本三十多万军队 集结在明湖乌城附近 将其中十五万人 分成九个军团 渡海至朝鲜作战 日本先头部队 率先抵达对马岛 这下朝鲜的工资 打水漂了 1592年4月13日 日本第一军团的 一万八千人 在小西行长的指挥下 开始向釜山进发 4月14日 第一军团抵达釜山 等一下 我们要先礼后兵 我写封信给他们 你们真的不肯借到 给我们吗 よし 可以打了 日军用一套三段机战术 对朝鲜军队进行 持续火力打击 那个时候的朝鲜兵 多用弓箭 头一次被训练有素的 火枪兵射击 事情很快就崩溃了 第二天 釜山沦陷 之后日军向北进攻东来城 仅仅一个时辰 就将城池拿下 守城的官员 只好逃回王京汉城报信 日本不会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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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从釜山打过来了啊 你看 我就说日本会大啊 朝鲜国王召集燃手 带兵出征 但是因为国家长期 众文轻武 连武将的名额 都被文官占着 这些文官斗嘴可以 真让他们上就怂了 紫月 日本经对马岛 向釜山源源不断 输送兵力和粮草 日军先后攻克了 庆州 大邱 仁童 上州 几乎一天攻克一座城池 对写保持这种速度 向北推进 朝鲜国王派出 曾与女真人作战的将军 申力 申力计划在中州 弹琴台 用骑兵对抗 以步兵为主的日军 但日军利用树林做掩护 从三面将身力包围 全尖了朝鲜军 朝鲜国王李延 听说身力战败 直接放弃王精汉城 脚底抹油逃到了平壤 松坡 5月2日 日军占领汉城 5月28日 日军又占领平壤门户开城 朝鲜国王听说开城沦陷 再次脚底抹油 一口气跑到和大明交界的 一周避难 临走时坚持要把内政 甩给自己的孩子 潜台词就是 大明爸爸你快来救我呀 而这个时候 朝鲜老百姓 却自发组成了异军 他们没有铠甲 没有刀剑 手里唯一的武器就是农具 可他们依然选择和日本人战斗 因为这是他们的家 他们已经无路可退 任何时候 最爱国的永远都是老百姓 而不是王公贵族 封臣秀吉得知军队占领开城 异常兴奋 他已经开始盘算着 占领大明之后 怎么分配这广袤的领土 这里是北京留给天皇 其他地方随便分给各个大明 我就留在宁波遥控天皇 等等 北京到宁波 这距离 天皇听了 估计做梦都得笑醒 1592年6月15日 日军攻占平壤 之后开始向北方和西方推进 朝鲜全国八道 仅剩平安道以北 可靠近辽东半岛的一州一带 还没有被日军占领 朝鲜国王急得要命 连着派了好几批使者 到北京求大明派救兵 朝鲜国一个月就被日本打成这样 大明实在有点不敢相信 甚至怀疑朝鲜勾结日本 因为在印象里 朝鲜国可是吊打女侦的东部小霸主 不过明朝还很谨慎的 经过夺方打听 确认朝鲜并无二心 只是战斗力有点渣 再不就就真死透了 而且日本攻朝鲜的本意在于入唐 明朝必须救朝鲜 救朝鲜就是救自己 虽然朝鲜在陆地上的表现一言难尽 但是在海上 朝鲜水师的表现却格外耀眼 一代名将李顺臣闪亮登场 李顺臣设计了一种 专门对付日本水师的秘密武器 龟船 因为当时的日本水军 主力舰是官船 看起来像盒子一样方方的 而且很高大 专门用来跳帮肉搏 李顺臣设计的龟船 直接在顶上照个壳子 然后插上一堆铁尖键 等日本人跳帮的时候 因为日本人一开始很少装备火炮 想对付龟船 只能用铁炮排枪 我们未能击穿敌方的装甲 相反 朝鲜水师普遍装备了弗狼机炮 起轮骑射就可以把日本船轰成渣 5月4日 李顺臣所带着朝鲜水师 驶出沥水港 封城秀姬手下的名将藤堂高虎 派出50艘船应战 5月7日 李顺臣在玉浦通行日军战船 先是击沉了15艘 后两天要分别击沉13艘和11艘 随后朝鲜水师向西折返 于5月29日抵达四川 击沉13艘日舰 呃 是这个四川 不是这个四川 6月2日 李顺臣又向东进攻唐浦 击沉数艘船只 烧毁日军在唐浦的据点 6月5日 李顺臣又跑到唐相浦 击沉26艘日本船 6月7日 李顺臣跑到利浦 又把日本水师吊打了一顿 从5月29日到6月7日 李顺臣平均两到三天 就可以打一场胜仗 这种速度 着实把封城秀姬给震到了 虽然日本水师仍然控制着海洋 但架不住李顺臣 东一下 西一下 打游击 简直是打不死的小强 更要命的是 日军的粮草运输 基本靠海上的船只 一旦李顺臣控制了海洋 整个朝鲜半岛的日军都得挨饿 风尘秀姬赶紧召集了几个大名 希望尽快与朝鲜水师决战 7月7日 日军主力在寻找李顺臣舰队时 意外发现了6艘落单的朝鲜船 日本水军好久没有打过胜仗了 指挥官看见落单的朝鲜船 激动的热泪盈眶 下令全军追击这6艘船 毕竟人不能一直点背不是 但日本人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6艘船 其实是李顺臣的右耳 目的是把日军主力引入包围圈 合围地点 就定在咸山岛 日本人开着船 紧紧追在这6艘船的屁股后面 想要捞个头弓 结果李顺臣一声令下 朝鲜主力战船从三面围了上来 对着日本船的一顿炮轰 战斗从早上持续到傍晚 至今损失战船48艘 战损超过70% 李顺臣决战 当然日本人也终于搞明白了一个常识 原来火炮正玩意这么好使 大人时代变了 封城秀奇的新策略 是给海岸据点增售火炮 或者可以叫南蛮大统 水军的固守据点 必战宝船 这种方法虽然呆板 但李顺臣也确实浪不起来了 而在陆地上 朝鲜国王一把鼻涕一把泪 求大明尽快出兵救救自己 明军一开始不同意贸然出兵 可实在架不住朝鲜国王死缠烂打 于是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援军 而这支军队的目标 是朝鲜王国的第二大城市 平壤 好到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